家人们你还在纠结七声召唤的邀请函给哪些角色吗 哪些角色适合优先邀请 让我这个前路无视钻石断片牌老一期视频告诉你 这里大家要注意所推荐的T路优先级 仅凭我个人多年卡牌游戏经验 与游戏内多次实战经验判断 仅代表个人观点 我是莫妮 首先T0级的角色 魔偶见鬼 首个拥有双属性技能的角色 自己一个就可以打反应 而且伤害还在线 真神级别的存在 获取方式呢是在猫尾酒馆内 找到小王子寄进酒馆挑战 当牌首等级达到七级时 就可以解锁这张牌了 第一级角色 班尼特 菲谢尔 如果没有魔偶见鬼 那么他们俩绝对就是T0了 这里先说班尼特 班尼特她强就强在她充能快 能够回血加伤 两点的充能槽可以让她快速有大 她的天赋卡牌可以让她的加伤永久生效 就让她可以在很多的牌局里 都可以绝地反击 至于菲谢尔 奥兹发射器可以让她在后台 持续给敌方挂雷 无论是用来打什么反应 都非常的强力 她的大招还可以打到后台角色 造成穿透伤害 可以说是非常的好用了 排在T2的角色有 神里灵华 优点 挂兵 高伤 高机动性 缺点 大招耗能高 甘雨 优点 挂兵 AOE高伤 缺点 元素点需求高 行秋 优点 后台挂水 挡伤 缺点呢 是优点内鬼 消攻 优点 耗能低 挂火 伤害稳定 缺点 是很吃队友的配合 克勤 优点 高机动 高频伤害 缺点 元素点需求高 宁光 优点 高伤 高爆发 OTK 缺点 OTK条件非常苛刻 迪奥娜 优点 可以给前排角色套盾 配合天赋牌后 盾量加1 还带治疗 缺点 伤害低 护盾小 莫娜 优点 挂水增伤 优秀被动 缺点 小技能伤害低 大招耗能高 纯水精灵 优点 有点类似炉石里的萨满放图腾 召唤流挂水 配合队友打反应 缺点 费用高 全靠召唤误打伤害 容易被克制 排在T3的角色有 香菱 柯莱 赛诺 秋秋颜 魁王 芭芭拉 排在T4的角色有 重云 凯亚 沙唐 琴 诺埃尔 雷泽 狄独克 藏镜 侍女 火之债务处理人 翠琳 孔逊 好了 那么这一视频也先给大家带在这边了 大家认为还有哪些角色比较强呢 也是可以在这期视频的弹幕区及评论区 发布出自己的观点以及看法的 喜欢我的视频也是一定要记得一键三连 本期视频点赞过3000 立刻更新下一期 我是鬼人 我是莫妮 那么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